让我们能够更多的透过敬拜赞美 透过祷告祈求来尊荣主 来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读路加福音非常非常知道 圣灵借着路加一生告诉我们 神的心意就是要得人要救人 大家说得人救人 所以整卷路加福音 如果我们用得人和救人的角度来思想的话 我们就会越来越关心上帝所关心的 我们常常会关心自己内心深处所关心的 关心你父母亲叫你所关心的 甚至很懂得也关心老板要你所关心的 但是圣经乃是教导我们 要关心上帝所关心的 对你旁边讲要关心上帝所关心的 要关心上帝所关心的 那上帝关心什么呢 上帝整颗心就是要得人 得人是耶稣基督把上帝的心很清楚的向我们表示出来 耶稣讲了很多很多的比喻 天上的父亲如果有一百只羊失去了一只 他是暂且割下那九十九只羊 特意要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流浪的羊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神连续几次 我们透过流浪地球的这部电影能够让大家更明白 神不希望我们流浪漂泊 神更不希望我们迷失和游荡 神希望每一个流浪的人都快快回家 对你自己讲说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那到底家在哪里 家在哪里 难道是流浪地球所说的比灵星吗 难道是宇宙当中 某一个我们目前不知道的心系吗 感谢神 全本圣经启示告诉我们 我们的家在神那里 我们从神来的 我们要回到神那里去 所以耶稣基督很清楚告诉我们说 祂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 祂来要接我们到那里去 所以这是何等的恩典 耶稣基督自己就是那路 所以我们活水则算人 每一个人都走在这条路上 那我们更要喜欢神所喜欢的 我们更要懂主所懂的 我们更要关心主所关心的 我就是让更多更多的羊 如何 快快回家 快快回家 我们现在祷告 主我们再一次仰望你 让我们透过敬拜赞美 透过祷告祈求 透过查经 研经 让我们真正知道你的心意 是要得人 要救人 天父 很求你透过今天这样的一次信息分享 再一次坚定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所作所为 所思所想 就是要欢心上帝所欢心的 天父 很求你再一次透过路加福音 来对我们说你要说的话 让我们 从早到晚 从现在直到主再来 我们所有的起心动念 所有的努力和作为 就是要得人 跟救人 天父我们求你 更帮助我们 从路加福音知道 撒大魔鬼 也要想得人 和救人 主啊 在这样一场争战当中 我们只有靠着圣灵 透过神的话语 主啊 仰望耶稣基督宝血 帮助我们 能够更多的 向耶稣基督所吩咐的 我们要结成一张 爱的网 祷告的网 关怀的网 得人的网 主啊让这样的网 能够下网打鱼 并且聚荣各样的水族 天父我们求你 给我们智慧跟聪明 免得我们到建筑面的时候 我们是空手建筑 开始如此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明 阿们 好 我们来思想 路加福音全书的信息 就告诉我们 到底耶稣是谁 铁证代判 我们今天是路加福音 整卷的信息 分成三个重点 第一章的 第一章到第四章十三节 是耶稣的降生和预备 路加医生 特别告诉我们 施洗约翰为耶稣而出生 神子耶稣基督 为世人而降生 路加医生 特别特别强调 耶稣基督的生 是童真女 玛利亚所生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神 耶稣基督在降生之前 神就行了很多很多神迹 歧视 让这位救主 不是仁义 血气和情欲所生 乃是 神透过圣灵 让童真女 玛利亚所生 所以这是第一段 耶稣基督是降生的 耶稣基督的降生 是为我们而生 为了要得到我们这些迷失的羊 第二段 乃是第四章的十四节到第二十一章 特别介绍耶稣的传道和服事 耶稣 他的确告诉我们 他自己是谁 透过他的恩 他的爱 和他的全民能力 不断地救人和得人 透过神迹 歧视 异能 色罪 透过医病 赶毁 释放 复活 教我们真正知道 他会说 而且他也会做 第二段的 第二个重点是 耶稣以圣言和真道 救人 得人 耶稣所说的话 所做的事 的确是 要救人和得人 他在 讲了这么多的比喻 讲了这么多的圣言和真道 其中几个重点就是 透过安息日 告诉我们 他 创造人 他来到人间 就是要教人得到真正的安息 永远的安息 完全的安息 那怎么得到安息呢 就是要知道 耶稣基督 耶稣是弥撒亚 耶稣是基督 所以耶稣讲到重点 不断地 要告诉我们 谁是能够 胜过撒掉魔鬼 谁是能够 吞灭最后和死亡呢 只有 这位 降生在马朝 这位 这位 就神所预备的 弥撒亚 能够为世人 胜过一切 所以弥撒亚的信息 当然是 四福音的信息 更是路加福音 所强调的 那耶稣基督所教导的 很多很多的真理呢 一直 特别告诉我们 要注重十字架 十字架 十字架 所以今天早上 敬拜赞免 大家再一次上十字架 让我们晓得 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永远是我们的荣耀 其实我们看见十字架 还是要看见自己的罪恶 为什么呢 因为十字架 是一个罪恶的记号 向我们显明 神教我们往东 我们老是往西 神教我们往上 我们老是往下 所以我们要注视 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担担我们这些 背道而行的 这种 旺之非为的大罪 所以我们感谢神 本来是应该我们 上十字架 耶稣基督 替我们上十字架 所以耶稣基督 讲到十字架的真理的时候 特别告诉我们 我们如果要成为 耶稣基督的门徒 如果我们真正想进神国 我们必须要背着什么 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不是背别人的十字架 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不是看 你有没有背十字架 你十字架背的好不好 我们乃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真的明白 安息日 弥赛亚和十字架 是耶稣基督讲到的重点 还有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的确有今世 有来世 还有勇世 我们人只懂得 要关心今生跟今世 是耶稣基督 能告诉我们 有来生有来世 所以透过 四福音书 透过全本圣经 我们晓得 什么是来世呢 来世就是 大灾难之后的 千禧年国 这一千年是来世 有些基督徒 在千禧年国当中 是与耶稣基督 一同作王掌权 有些呢 是哀哭切齿 所以 我们是要得一时 还是要得千秋呢 明白这样的真理的人 我们就的的确确 会更多的背十字架 在今生今世 我们与主 一同受苦 目的就是要得人 得人 再得人 得人的人 我们在千禧年国 的的确确就能够 得到荣耀 不然的话 在千禧年国 大家如何 爱 爱哭切齿 爱哭切齿 所以爱哭切齿 也是耶稣基督 所讲的很多很多的 信息重点 所以 今生要决定 来生 那来生之后呢 就千禧年国之后 就进入了新天新地 那是一个超时间 超空间 超物质的一个灵界的 一个永恒的 所以耶稣基督 讲到重点 的确告诉我们 我们要透过今生 预备来生 更要透过今生 预备 永生 所以永生 的的确确 从你信主时代就开始 但是真正的永生呢 乃是 当神的国 来到之后呢 我们的灵魂体 才能够完全享受 神为我们预备 那种永远的生命 那种上好的福分 那种荣耀的冠冕 所以求是帮助我们 这是耶稣基督 所讲到的重点 今天 和大家思想的是第三段 所以我们 路加福音 透过几个信息 你就很明白 晓得 路加福音在讲什么 那路加福音 在最后几章 特别特别强调 耶稣基督 非常看重圣经 非常看重先知 所传到话语 所以我们求神 让活血得尊人 或单单是 会敬拜在美祷告 会一定赶尾释放 更要会什么 要会讲解圣经 让很多很多 弟兄姐妹们 让很多很多 未信不信者 能够明白圣经 这是我们基督徒 得人和救人的 最重要的一个操练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的舍命和复活 就是第二十二章 到第二十四章 所以二二 二三 二四 只有三章的圣经 告诉我们 耶稣 他为我们 死 而且复活 和升天 分成两个重点 就是因为真爱 耶稣被卖 流血舍命 大家说因为真爱 耶稣被卖 流血舍命 因为真爱 耶稣被卖 流血舍命 这么多宗教家 都自说自话 都告诉你 他好像能够解决 伤老病死 很多很多 善男性女 都认为 他们所拜的神 是真神 甚至 还认为 他们的神 的力确确 是能够给他们 平安喜乐 给他们盼望 甚至永恒的 那我们怎么 分辨真假呢 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是真正爱 真正爱 他爱我们 爱到一个地步 竟然为我们 被出卖 流血和舍命 我们从此就知道 何为爱 谁是真神 所以 他是真爱神 而且是顺服神 那什么叫做爱呢 耶稣告诉我们 神就是爱 那耶稣也告诉我们 整个律法的总纲 是什么呢 就是要尽心尽性 尽力尽意 爱神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 其次是爱人 所以爱神爱人 是从十戒 变成了两条戒 十戒 十戒大家晓得很清楚 前四戒 是我们要爱神 前四戒是爱神 那第六戒到第十戒 是爱人 所以耶稣把十戒的 这个十条的清徽戒律呢 总结成两条 就是我们人和神的关系 是什么关系啊 是爱的关系 那耶稣基督 祂的确是神和人 祂特别特别 透过人和神的角度 告诉我们 耶稣自己从生 一直到死 祂是全心全力 尽心竭力的爱神 爱神 爱神 祂完全遵守律法 律法没有废去 是耶稣基督 为我们守了 全部的律法 那耶稣基督 如何爱神呢 因为祂知道 神的心是什么 就是要得人 就是要救人 所以耶稣 就是关心 神所关心的 这就是爱 夫妻之间的爱 不在于多么会说甜言蜜语 多么会讲爱 表达爱 当然很多女人 明明知道先生不爱她 也希望女人骗 希望她的先生骗她说 我爱你 我爱你 这实在是愚昧 实在是虚假虚荣 求主帮助我们 真正的爱 不是单单 透过言语 舌头 会表达爱 也不是单单 透过行动 给她买 她喜欢吃的 给她买名牌包子 名牌的首饰等等 真正的爱是什么呢 是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 真正的爱 乃是要为她 不但舍己 而且要舍命 舍掉自己的看法想法 舍掉自己的兴趣爱好 能够去关心 她所关心的 爱她所爱的 去承全她 去陪伴她 去等她 去疼她 那才叫做真正的爱 所以耶稣基督就把这样的爱 完全的活化出来 他透过他的生命 透过他的心血 来告诉我们 什么是爱 耶稣基督知道神的心意 就是要得人救人 那耶稣基督 他竟然在 克西玛尼人的祷告当中 有很大很大的征战 那个针在里面 竟然有一种想法是 父啊 求你叫这杯 抵开我 然而 不要照我的意思 乃是要照你的意思 就耶稣基督的人性和肉体来讲的话呢 面对他 要上十字架 担当全人类的罪恶 而且 神要与他分离 所以他心灵极其 哀伤痛苦甚至 希伯来书第五章七节告诉我们 耶稣大声哀哭流泪祷告 但是呢 他连续三次 在克西玛尼人完全选择神的意思 他要关心神所关心的 所以他是用顺服来表示他的爱 可是我们今天的祷告是什么呢 都是上帝啊 你要帮我做之后 帮我做之后 上帝啊 如果你不听我祷告的话呢 我就不做礼拜了 我就不信号你了 我就不传福音了 可是耶稣基督明明知道有这么多的人 让他绝望痛苦伤心 但是耶稣基督最终还是要关心上帝所关心的 在克西玛尼人 他完全地对神表示说 我愿意顺服神 不是照我的意思 乃是照上帝你的意思 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要得人救人 要让耶稣基督来担当所有世人的罪恶 疾病 你说这样的爱 耶稣完全体贴神的意思 所以耶稣就完全地选择 他要顺服神 所以何能改善 我们如果单单看路加福音的话 你就了解 耶稣基督他在克西玛尼人祷告的时候 竟然他极其伤动 祷告更加恳切 汗珠如大血点 无法想象 汗珠像大血点一样的流出来 代表耶稣基督在那种心灵的伤痛和肉体的挣扎当中呢 竟然流出大血点的汗 所以我们古往近来普天之下 我不晓得有没有其他人 他流汗像流大血点一样的 那不是只有一滴 按照圣经的上下文和我们发挥想象力的话呢 哇 今天你如果在某种情急之下 在某种伤痛当中 请问你实在是会 会有一些情绪化的或生理上的反应 那不是只有一滴汗 乃是什么 全身毛细孔都张开 甚至都流出汗来 那你想象耶稣基督在科斯玛尼人 他所流的汗呢 路加医生 他是医生啊 马太马可 没有这样描写 是路加医生特别告诉我们 耶稣在科斯玛尼人祷告流的汗 是什么样的汗 大家说大血点 大血点啊 你想想看 那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体验到 耶稣基督为了要喝这样的苦杯 他是流出大血点 目的是要把福杯伤给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然后耶稣基督在之后呢 透过路加医生写二十二章的第三十一节说什么呢 耶稣说什么 大家看到耶稣对西门说西门西门 耶稣连续两次呼喊说西门西门 撒旦想要得着你们 你看看 耶稣基督泄露天机 撒旦魔鬼 为什么整天加班 整天做工 撒旦魔鬼有一个目的 要做什么 要得人啊 要得人啊 你今天一生的目的 如果只是要 赚钱得钱的话呢 那我们是跟神的心意 完全背道而驰的 你赚钱的目的何在 要得人救人 可是今天你赚的钱呢 有没有在得人救人 满足虚荣 然后享受丰盛 甚至呢 是 帮魔鬼再做工 求主理念我们 耶稣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呢 我们所挣的钱 我们所拥有的产业呢 其实很容易被魔鬼拿去 让魔鬼去得人 请问上帝希望 魔鬼得人吗 当然是 当然是反对的 所以 是耶稣告诉我们 魔鬼要得人 上帝更要得人啊 所以 求主帮助我们 从今天开始 你一定要跟上帝讲说 上帝啊 我的观念一定要完全转变 转变成什么目标呢 大家说 就是要得人 要救人 要得人 要救人 请问你 信主受洗 直到如今 你得人几个 你救人几个 你在得人 和救人的事情上面 你到底下了多少功夫呢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你真正爱神 真正顺服神 你就要关心上帝所关心的 请问上帝关心什么 大家说 得人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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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接下来看 因为真爱 耶稣被卖流血 舍命 耶稣的确 犹大是魔鬼 犹大是魔鬼 所以他彻夜导到神 至终还是选择 犹大成为他的十二使徒之一 可是耶稣 那么的器重 那么的成全他 让他成为十二使徒当中 管理金钱财物的 结果他 依然 就是 愿意听魔鬼的话 愿意关心魔鬼所关心的 虽然他看过很多 神迹奇事异能 虽然他的确听了很多很多 耶稣讲的圣言跟真道 可是他就是死不悔改 愿意成为 撒大魔鬼的猜疑 但是 我们从那个角度来思想 你说耶稣基督 明明知道犹大要出卖他 犹大是魔鬼 可是耶稣基督竟然 爱犹大这个人 当然他很恨 犹大的表演和虚幻 和把耶稣卖掉 但是耶稣基督 有没有爱犹大这个人 他是爱的 非常爱的 好 接下来耶稣基督 明明知道彼得 这个人是自我膨胀 虽然很有信心 虽然刚强壮胆 虽然常常会体贴 耶稣的心肠 但耶稣讲说 我要上十字架 彼得就首先 跟耶稣讲说 主啊不可 主啊不可 耶稣竟然讲说 撒旦配我和平去 结果这时候呢 大家看路加平第二十二章 然后当耶稣讲说 撒旦要塞你 好像塞麦子一样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那耶稣早就为彼得祷告 不是彼得在将要否认耶稣 耶稣才为他祷告 耶稣自己讲说 我已经为你祈求 哈利路 耶稣已经为你祈求 彼得还不知道 他自己会出卖耶稣 会否认耶稣 然后彼得这时候回答什么呢 彼得说 主啊 我就是同你下奸 同你受死 也是甘心 结果耶稣就说了 他说 今夜基教已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你看耶稣明明知道彼得会 不认耶稣 可是耶稣竟然 已经为他祈求 耶稣爱不爱彼得 非常爱 所以耶稣真爱友大 耶稣真爱彼得 耶稣真爱每一个人 是耶稣自己讲 神爱世人 所以耶稣是神 当然他也爱每一个人 而且耶稣理解人 怎么理解法呢 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七言 十字架七言的第一句话 你知道是什么吗 耶稣在十字架上 讲了七句话 第一句话是什么 路加福音总共写了三句话 路加医生特别特别关心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讲的第一句话 竟然马太马可没有写 只有耶稣 只有路加写 耶稣在十字架上 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是什么话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就是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你看耶稣如何理解人啊 他竟然跟上帝天父 祷告说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耶稣真正知道我们不晓得 真正理解我们 为什么会出卖他 为什么会否认他 为什么会把他 定在十字架上 耶稣非常了解 为什么呢 耶稣知道 如果我们真正知道 耶稣那么爱我们 请问我们会把 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吗 如果我们真正知道 耶稣就是弥赛亚 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耶稣的生是为我们生 耶稣的死是为我们儿子 请问我们会把他 钉在十字架上吗 当然不会 所以耶稣 像上帝奇就说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我们真正不晓得 我们甚至不了解自己 可是耶稣却懂我们 耶稣却理解我们 耶稣却愿意在上帝里面 彻底的完全的来饶恕我们 这是何等何等的爱要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透过 透过对彼得 对犹大 透过他对我们的各种代求 更透过耶稣基督 接下来又是路加医生 特别写的就是 两个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犯人呢 有一个很可能是右边的一个 那有这个呢 他听到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竟然为这些坑他害他 鞭打他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些人 打到祈求 他就知道这个人是与众不同 这个人肯定不是人 而是神 而且他就想起了 这个人竟然曾经讲到说 今生今世 还有来生永生等等 然后这个人就跟 耶稣祷告说 耶稣啊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耶稣给他什么样的应许 耶稣说 今天 我实在告诉你 今日 你要同我在乐园林了 所以这是何等何等的爱 所以耶稣理解 人真的的需要是 没有一个人希望受痛苦 没有一个人希望去地狱 所以连这样的一个强盗 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竟然理解他 竟然珍爱他 竟然应许他说 因着你的信 因着你的悔改 今天你与我要在哪里了 在乐园林了 弟兄姐妹们 你到底 有没有把握 如果今天离开人间 你是去哪里 去乐园 还去阴间受痛苦 求主帮助我们 接下来呢 告诉我们 耶稣因为权能 他才能够复活 复活之后 他在做什么 他一直在讲解圣经 所以我求神 帮助我们 何许得圣人 人人会讲解圣经 上个礼拜 特别拜托大家 我们要透过 目前 流浪地球这部影片呢 来帮助大家 明白圣经的真理 如果你愿意和 你的朋友 一起来 看流浪地球 一起来听 我前两次的 流浪地球的 相关信息 然后你再跟他 打开的时候 你好好去思想 到底 神 透过圣经 给我们一个 什么样的宇宙观 什么样的一个 末世论 什么样的一个 这个 如何预备自己等等 我们一定要学习 耶稣基督 他复活之后 他丝毫没有想 要去报复他 任何人 在十字架上 受冤受苦受难 受死的话呢 活的时候会如何 秋后算上啊 你过去曾经害我 恨我 曾经杀我的人 我要你好看啊 可是耶稣基督 当他复活之后 他有没有去 报复 他见到人就说 愿你们平安 愿你们平安 所以我们讲到 耶稣基督的复活 是什么样的复活呢 有好多好多人认为 说是精神不死 甚至有人认为 说是轮回 是投胎 还有人甚至讲说 叫做戒尸还魂 这个完全的不对 耶稣基督的复活 是什么样的复活呢 当然复活是一个奥秘 透过全本圣经的启示 其实旧约 我们以前才读过 以赛亚书 就告诉我们死人复活 而且死亡被吞灭 哇实在很奇妙的 一个应许 复活乃是 我们灵魂 我自己的感受 就是这样子 会长出一个 全新的身体 那个身体 不再是属土的 乃是属天的 不再是肉体 乃是灵性的身体 不再会生病 会小坏 乃是完美的 永远青春的身体 那有些人就讲说 牧师啊 那如果我17岁死 复活之后几岁 那如果70岁死 复活之后几岁 那请大家 根据圣经的全盘真理 我们来思想 因为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 这就必须要透过神学 来做一个推论的 那如果17岁死的人 复活之后还是17岁 那大家选择几岁死啊 选择17岁 不要70岁的就对 那如果19岁的人 死后之后复活19岁 那90岁死的人 复活之后90岁 那咱们就不要90岁咯 所以奔去圣经真理呢 大家晓得 复活之后 乃是恢复成你一生当中 最美丽的那个时刻 夭折的人 他复活之后呢 也是一样 长成了最青春美丽的时刻 那些老太龙中的 那些残疾 这个 破乱不堪的人 他复活之后 也是变成几岁 变成他最年轻 最英俊 最潇洒 最美丽的时刻 所以这叫做复活 那复活之后 到底有没有男 有没有女 有没有嫁 有没有娶呢 根据圣经耶稣讲说 复活之后 没嫁没娶 那有没有男女 应该还有男女 那复活之后呢 我们彼此之间 认不认识啊 认识 像彼得亚格约翰 去了边境山 他就进入神的国 看见了摩西和伊利亚 摩西是比彼得亚格约翰 早多少年的人物啊 早一千五百年 摩西根本没有见过 彼得的画像 也没有见过 没有见过摩西的画像 或照片 可是摩西一到三上 就知道说 彼得亚格约翰 一到三上就知道说 谁是摩西 谁是伊利亚 那种超时间 超空间 超物质 所以我们复活之后呢 就如同组织到一切了 所以复活之后呢 还是可吃可喝 可不吃可不喝 复活之后呢 我们的身体 就是你的灵想去哪里 身体就跟着去哪里 我们现在是什么 你今天想去哪里 你必须要身体 先到北京上海 先到三东三西 河南河北 湖北湖南 广东广西 你才去了广东广西 那复活之后是什么呢 你的灵想去哪里 你的灵体呢 就跟着去哪里 超时间 超物质的 所以复活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 也是整个基督信仰的最基本 最重要的核心 就是复活 复活呢是 你 我是 我的理解是长出一个新的身体 所以不管你是火葬 土葬 鸟葬 甚至你的尸骨完全找不到 但是呢 复活是从你的灵魂 长出一个新的身体 所以如果我们从 全本路加福音 加上全本诗福音 加上全本圣经 来思想推论的话呢 到底耶稣是谁 就像 当我把流浪地球 放到我的朋友圈去的时候呢 有些人就说 从来有问题 耶稣能拯救地球吗 耶稣老爷子 能拯救地球吗 耶稣到底是谁 我们要跟大家讲标准答案 请问耶稣是骗子吗 一个骗子 请问会流血舍命 为你死吗 请问耶稣是疯子吗 一个疯子会说出 那么神圣的比喻 圣言和真道吗 那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呢 就如同他自己所说 他是神的儿子 也如同旧约 摩西五基督大小先知书 所说的 他就是被称为尼赛亚 就是基督耶稣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要再三肯定 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谁 是神的儿子 所以耶稣是谁 耶稣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所以他是全能的神 所以死亡 他当然能够胜过 这位全能的神 能让耶稣基督 从同真里玛利亚所生 也能够让他自己 死后三天的身体 能够复活过来 然后耶稣复活之后 一直在讲解圣经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 要讲解圣经 对女朋友们讲 你一定要学如何 讲解圣经 一定要学如何 讲解圣经 然后耶稣之后呢 他讲完圣经 他对姨妈五世的 两个门徒 讲完圣经 然后 他又说了什么 路加福音二四章 你看四四节 耶稣对他们说 这就是我从前 与你们同在之时 所告诉你们的话 说摩西的律法 先知的书 和诗篇上所记得 凡指着我的话 都必须应验 于是耶稣开启 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所以耶稣复活之后 是讲经 不是讲八卦 我们今天好多人 拼命讲八卦 讲人是非 可是耶稣基督 他一直在讲经 讲经 讲经 他一授习完之后 进入拿撒人会堂 他就打开以赛亚书 第六十一章 在讲什么 讲以赛亚书 那段圣经 所以求是帮助我们 你今天的口才 要放在讲解圣经上面 你对你的家人朋友 对这么多人 常常聊天说话 你有没有讲解圣经 只有你讲解圣经 一切的目的 是要透过讲解圣经 来得人 来救人 你就是关心 神所关心的 之后耶稣基督 把这么多的重要大事 就交代门主之后 他就升天了 他就回到天家了 那他在天上 如今渴望什么呢 他千万万万 就希望地上 没有一个浪子 永远能够回家 永远能够回家 所以耶稣 希望你 不是一个人回家 希望你全家回家 更希望你 带领 你好多好多的 家人 亲友都回家 祝我们 再次恳求你 帮助我们知道 我们要爱上帝所爱 要关心上帝所关心的 所以我们才能够 和主心意 讨主喜悦 祝你继续 透过路加福音 来对我们说话 剩下这几天的时间 我们还可以继续读路加福音 祝你继续读路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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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下礼拜 我们就要开始讲诗篇了 祝耶稣求你帮助我们 愿意饥渴目逸 你的话语 因为只有你的话语 而主啊能够知道 我们是活在光明当中 知道我们从哪里来 从哪里去 主啊求你再一次激励我们 兼顾我们 知道我们一生的目标和方向 就是要得人救人 让我们在得人救人上 能够下功夫附带的价 即使就是背着十字架 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 用这样的目标 用这样的精神来得人 因为如果我们今天不得人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 我们明天如何呢 这些人就会完全迷失沉沦 堕落 主啊这不是你的心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愿意更多把握机会 把握时机 就是要得人 得人再得人 如此祷告 阿们